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继前段时间中国大陆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 解禁转法轮 神韵艺术团 活摘器官 和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影片为火之后 4月8号再度解禁法轮功学员 要求承办迫害元凶的内容 下午4点左右开始 记者发现用关键词法办江罗在百度搜索 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法办江泽民 罗干 曾庆红 刘京 周永康的相关内容和讨论 美国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表示 百度网近来对一些敏感词实隐实现的解禁 正说明胡温击中了江系血债派的死血 这也是胡温收网的前奏 中国网站最近虽然实隐实现的解禁 与法轮功相关的内容 但是却仍然严密的封锁1989年 民运知名人士物理学家方立之去世的消息 流亡海外22年 被誉为六四一代的精神导师 启开中国民主先驱的天体物理学家方立之 星期五在美国去世 这位被西方舆论誉为 中国的撒哈罗夫的著名异议人士 虽然对中国的民主思想影响深远 但是今天中国的很多年轻人 根本不知道方立之是谁 对他去世的消息也毫不知情 美国之音报道说 是中共的屏蔽政策 令大陆民众集体失忆 目前大陆媒体对方立之去世的消息都没有报道 各大微博也屏蔽了对方立之的搜索 我们再来看一看和薄熙来有关的外媒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7号发表长篇调查报道 暴露薄熙来妻子古开来的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报道说 古开来过去20多年来一直都活跃于商界 他的生意遍布中国美国和英国 而绝非像薄熙来所形容的 在家里做一些家务 报道揭露 古开来有自己的公司 开来律师事务所 而且还有一家叫Horris的商业顾问公司有往来 并从中获利 好 接下来我们请您收看时事经文 下来我们下来学我的家务